各位革新Live的聽眾大家好 我是這個遊戲現場的主持人阿姨 今天我這條影片會和大家講一下 一些有關刷手抽的功能 究竟如何我可以在這個遊戲中 快速地刷手抽呢 我會在這條影片和大家介紹一下 上一條影片我詳細地解釋了 我現在的卡池裡面有的五星英靈 我對他的評價是怎樣的 究竟哪一隻是適合做起局的手抽呢 而哪一隻是最值得推薦給大家的手抽呢 在上一條影片大家就會清楚了解到 事不宴遲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刷手抽 快速刷手抽攻略 先把遊戲畫面展示一下 先把遊戲畫面展示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遊戲畫面 這就是我們的遊戲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遊戲畫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已經差不多是用了我的石頭去抽東西 我只剩下兩顆石頭 也都是 照不到任何東西 其實我已經刷了手抽的 這個帳戶 那如何快速地切換下一個呢 其實我們又不用像 Android機或者我這部iPhone 又要剩下整個APP 或者又要使用所有數據 那在以往某些遊戲畫面 以及在日版的Fade Grand Order 我們都要剩下整個遊戲 iPhone更加要剩下整個遊戲 而因為呢 它可以在這裡 剛才看到的 右上角這裡切換帳戶 我們可以快速地登入不同的帳戶 這裏是顯示了舊的帳戶 的帳戶和密碼 我們只要再按一次註冊 就可以註冊一個新的帳戶 我們可以 再打另外一個 名字進去 我們打到00002 麥瑪麗 隨便 1 2 3 4 5 6 7 8 你應該可以立即註冊多一個 全新的帳戶 而如果我們之前的帳戶 也不會完全沒有資料 不會完全消費 我們這些其實是可以skip的 那你不會消費 不會消費我們之前的資料 只要我們記得以前的帳戶 和密碼 你只要是可以進去 以前的帳戶 可以進去 看到我們的資料 在這個拆手抽 其實最花時間 就是在這些 新手教學關卡 其實就是打過新手教學關卡 再打聚章的兩個 劇情兩次戰鬥 我們就可以進入 這個拆手抽的環節 我大概計算過 用我這個方法拆 就只需要 10分鐘不用 就可以拆到一次 那究竟 值不值得 大家花時間去 拆手抽 這就看大家的 取向 這些都是 很個人的 這些拆手抽 其實上一集 我都說了 究竟哪一隻 現在有五隻五星精靈 包括有 現在畫面看到 第一隻的 藍斯巴 阿瑟王 有阿提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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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 佛拉德三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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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遊戲 其實是極其難 中五星的 中五星的幾率只有1% 那1%又要想 指定中哪一隻五星呢 其實是難上加難的 因為其實在遊戲最初的階段 其實在各個角色的成長 都未太過明顯的時候 其實 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強弱 就不是真的 那麼 嚴重 或者分別是那麼大的 所以其實 你只要找多一隻你喜歡的五星 其實你 拆到他回來開局 其實都不錯 因為 其實 當年我們玩日版 其實大部分都是四星開局 而且 沒有 保底 那些人就 三星都是這樣玩的 其實所有的劇情都可以skip 大家剛才都看到了 那你隨便打個名字吧 應該是skip的 應該是skip的 今天就快很多 skip完劇情就 就去到第一個 關卡了 那 看看花了多少時間 其實大家都可以透過 Youtube那個 看這條影片 今天大概都知道 花了多少時間 是一次手抽的 其實呢 如果大家真的要抽的話 其實呢 如果大家真的要抽的話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 其實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官方其實在這些遊戲的 在這些遊戲的 通常的遊戲的開始 官方其實會不斷脫掉的 要不就死伏伏 要不就死伏伏 要不就有什麼資料不變了 或者是有什麼出錯的事情發生 其實是一定會送石的 這樣其實 大家其實 如果是拆到一隻 一隻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角色做手抽之後呢 其實你保持下去呢 其實官方都會不斷送石 給大家都會抽到東西的 也都會有機會抽到一些 比較強的角色的 所以就 其實我就說 開箱一個星期就拆手抽 那幾天就拆手抽 其實又不用太過 著重 沒有了哪隻會 玩不到下去的 反而就是 課金 或者是 石的 投資 攻略 現在是 值不值得抽呢 反而我是覺得 大家需要更加注意這方面的 因為 現在的卡池 是 東木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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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星只有 藍Saber 阿塞王一隻 我最推薦的 那隻 諸葛孔明 和 初段最強勢的 聖德 其實都不包括在這個卡池裡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不斷抽 現在的 聖精石卡池 其實 不是太划算的 反而 比較好一點的 反而有機會在 首抽的卡池裡 抽到 因為首抽有5隻 你都會抽到 有機會抽到 精德 諸葛孔明 其實我某程度上 覺得 穿刺公的大功都好過 藍Saber 但是 你對這個 藍Saber Saber 有愛 就另論 還當別論 非抽到他不可 雖然 阿塞王 藍Saber 都是非常有人氣的角色 我們打完這關 其實就可以 進入 拆首抽 第一次拆首抽 我們抽到什麼呢 會 如果在這次首抽 拆到5星 我們就 免費出來 讓大家 用 用 因為 剛才看到我 用什麼帳號 以及 入了一個密碼 其實都知道 這個帳號的 名字和密碼 是什麼 就看看 哪個 聽眾 哪個觀眾 第一個按下去 就可以拿到這個帳號 會不會抽到5星呢 好 抽到5星 就送出去 這個帳號 三條鑑就代表有英靈的角色 一條鑑就代表有禮裝 咦 鑽金 會不會抽到阿爾托尼亞呢 Saber 咦 不是 也是 這個 一定是補底的 因為 我每次都抽到一隻四星 剛才出了一隻 我們會出多一隻四星 這隻 Lancer 也是很厲害的角色 值得投資的三星角色 出多一隻大狗 我們叫他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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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臨 愛爾蘭神的埃國色 四星禮裝 大家都知道 10抽 其實火金那些 是 必定會中一張四星禮裝 大家都知道 會不會抽到佛拉德大公 或者是B叔 藍絲諾特 對 藍絲諾特 有 其實這隻很厲害 藍絲諾特 也是很厲害 數場 一流 都不錯 抽到兩隻 四星 藍絲諾特 是很厲害 《盈言言歸特特》 這隻應該只會叫 你們都只不說話 這隻有點狂化 這隻手很厲害 這個關係 我們這次的手抽不錯 我們抽兩個四星型玲 一隻很厲害 狂戰士之間 開 thanks 最初期是 本当 快速地清高 因為狂戰士高弓 而且可以克制所有的職界 雖然是被所有職界克制 也是很容易死的角色 但如果大家足夠攻擊力 一下一隻就可以清得很快 而狂戰士蘭斯洛特這隻四星 也是對大家打一種火 即是打肥料的副本 打那些副本是很有用的 基本上放一次寶具 基本上對面全面清場 我們有一個朋友 我都用了蘭斯洛特打 一劍一劍九千攻 一萬攻 因為他這隻星爆 初期來說 這個攻擊力應該是 對面的骷髏頭 是橫掃的 真的不錯 對面是蘭斯洛特 即是代替大家 如果拆手奏 拆不到五星 但拆到蘭斯洛特 都可以 考慮將他開局 如果大家只想拆頭的十抽 就不用打我這關 其實之前那些 之前那些 之前那個步驟已經是開始 已經到上限了 這些星島這麼爆 通常都 很多人都爭著 跟他做好朋友 即是 講回剛才我們講到哪 即是 若果大家 想著 十抽就算了 其實這些 呃 這些程序 這些關都不用打 因為 今天好像有維修補償 有七顆石 應該可以抽到三抽 那我們會不會抽到好東西呢 那我們會不會抽到好東西呢 咦 差一石抽四抽 三抽 其實大家 保持多幾個帳戶 每天登入 其實都一定 每天都抽到幾次好 但都會抽到好東西 那怎樣才知道 會出到好東西呢 四星或五星呢 這個清機 都還可以的 都是狂戰士 其實現在的 情況 一開局的情況 其實大家 練三星的狂戰士 都是幾有用的 因為狂戰士 畢竟他高攻 好 還有兩抽 他抽些什麼呢 三條鑑 就代表是英靈 下面有金圈轉 就代表是四星或五星 但轉到是銀貝 都不要緊 有機會轉金 又是清機 最後一抽 這次的首抽 這次的首抽 有禮裝 加二 禮神才輸 沒有用 好 這次的首抽 我抽到什麼呢 零機一籃 我抽到兩隻四星 應該是補底 應該是 抽到蘭斯諾特 這隻比較不錯的 四星狂戰士英靈 除了他那招寶具 是不錯的全體攻擊 就是清場寶具 因為他這招寶具 可以打到大量星星 還有他那些 技能全部都是打星的技能 所以對下一招 大家打爆擊 拿星星打爆擊 是非常有用的 那今天的 快速拆手抽教學 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 快點拆到 大家想要的角色 快點開始這隻遊戲 好 多謝大家